第一位女士提问 谢谢 近年来 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适应中国特色 军事变革的需要 更好履行大国国际责任义务 中国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 总体保持国防支出 合理稳定增长 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我想强调的是 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 中国的国防支出 无论是占国内生产种子的比重 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 还是国民人均国防费 军人人均国防费等 移职都是比较低的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愿与国国共享发展机遇 建设 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会把新的冠维性交换 对外国社会的主义 开始 但是,我们将将把新的冠维性交换 作为抗大 我们将将把新的冠维性交换 和平台设计 如果我们将把新的冠维性交换 所以,我们将将把新的冠维性交换 然后,我们将将把新的冠维性交换 和新的冠维性交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